歡迎收看金錢戰隊 每次用最短時間檢討今天 前進明天 讓你的存款數字跟手機號碼一樣長 趕快來看到臺北股市 在十月份第一個交易 觀眾朋友 他就是個開門黑 而且這個黑不是小黑 也不是中黑 而是一個大黑 沒有 中場臺北股是跌了363點 下面只剩下年限支撐 所以這個行情感覺非常可怕 這是日線等級 週線 我們看一下 本週的週線 總共是跌了689點 將近700點的一個幅度 上個禮拜我們就提醒大家 也許上個禮拜是下影線的紅K棒 但是我們說因為上個禮拜 還是有新低點出現 所以下跌的關係沒有改變之前 大家不要太樂觀 果然這個禮拜又送你一根黑K棒 那再看一下月線等級的部分 月線的話 因為昨天收了月線 月線也是一個黑K棒 那怎麼做觀察 待會請教我們的木華哥 那我們趕快進入到 我們今天的主題 今天臺北股市十九大類股 全盤皆末都是綠的 綠色算對眼睛是比較健康 但是對心臟可能不太健康 大家看到心裡都很難過 所以現在最想要問的 木華哥 臺北股市到底是不是要崩盤了 你覺得呢 待會兒來做回答 為什麼會跌成這樣 說真的就是這句成語 多事之秋 這個秋天一到木華哥 事情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譬如說有大陸限電 這個正在進行中 那債務上限可能一試解除了 美元走強 新冠疫情可能控制住 塞港還有供應鏈困境 其實目前好像還無解當中 很多的央行主席 還是很擔心供應鏈的問題 通膨也是大家很擔心的 好不好 那當然台積電要不要 透露他客戶的訊息 待會兒我們的永年副總 有他獨到的見解 木華哥先幫我們解讀一下 多事之秋 接下來你怎麼看 好 這個秋天 這個如果後面加一個訣 叫做秋絕 聽起來好可怕 今天排大家看 這個全部都綠了 想說我眼睛有業障嗎 怎麼會是都綠 綠到這個程度 然後想看股票 大概也砍不下去了 砍到手都軟了 居然航運三雄都要殺到跌停牌 沒錯 你看說已經殺這麼低的股票 都已經整理了三個月了 他還破底 所以說大家可能真的是心裡 有一個秋後面的絕了 但是我倒是覺得 大家也不用那麼悲觀 因為從另外一個反向來思考 越跌股票是不是越便宜 是沒錯 對不對 這個導播我們看一下XQ 今天到底有多綠你知道嗎 你看跌幅航運跌8% 玻璃跌5% 電機跌5% 航布朗朗全部中錯 然後你剛剛講的這個航運 有沒有跌停板一大堆 高價股也中錯 你想不到的股票全部都中錯 所以股票是越來越便宜 不過楊金雄說 台灣要買便宜的房價 很難 不可能 但是便宜的股價可能有機會 這個房地產是時間才股票是機會才 果然被我們這個楊總裁 這個一語中地 那基本上我覺得這個股市 很考驗人性 這個大K如果你是樂觀的人 你看到有半瓶水 你說我還有半瓶水可以喝 但是你是悲觀的人 你看到半瓶水你會心想 怎麼只有半瓶 我只剩下半瓶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 到底要用樂觀的心情 還是悲觀的心情來看待 這個我現在跟大家來報告 從這個整個臺股的形態來看 剛剛大K你把這個周K線 月K線調出來 有一點三針頭的味道對不對 我來快速看一下 我們先看周K 這個周K線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好像是一個三針頭 然後這一根黑K很要命 他其實是有這個破井線的味道 這個前滴大概一萬六千兩百四十八點 這個岌岌可危 沒錯 那如果說你是從悲觀角度來看 是三針頭很恐怖 但是你從樂觀角度來看 跌到了相對盤整區的低點 搞不好 如果是大鄉形整理的話 接近鄉園的鄉形的下緣 反而也許是找買點也不一定 沒有錯 所以說就看這個生死一瞬間 秋天其實是非常考驗台股的 我覺得決戰點就在十月份 當然台股今天會重挫 其實也不是因為台股自己本身的問題 而是因為國際環境的大變化 你剛剛前面那個板上面那麼多的事件 其實他們彼此之間都有連鎖性的反應 都有關係的 他其實不是一個單獨事件 他們彼此之間都互相牽絆 那我個人認為比較麻煩 是供應跟困境 那這個高通膨的問題 所以說現在目前市場上比較擔心說 明年的經濟狀況 乃至於是十月份是一個很多變數的時候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美股的走勢 會把這個道琼這個月K線抓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 美股昨天收了九月K線 沒錯 美股收的這個月線 收得非常不好 怎麼收呢 台股今天壓力沈重 你可以看到道琼整個月份 是跌了一千五百十六點 這跌幅高達四點三趴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結束了連續兩個月的上漲 而且你看到下面它其實下跌是有稍微帶量 跟台股一樣 上漲 量縮 下跌量增 對 技術指標MACD 包括KD 都已經出現了一個所謂的從高檔 這個KD出現交叉往下 MACD縮繳的一個狀況 所以說從技術面來 至於這個整個量能的結構來看 美股的確是有些危機 這個美股的多頭 已經走了十二年 十三年左右 沒錯 有可能在這一次的 你剛剛講的秋絕 轉 這個大轉折出現嗎 有可能嗎 我們要嚇大家 我們只是說 但從樂觀角度悲觀角度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到美股過去 也不是沒有出現過黑K棒 以權約來講 但是每一次都轉為為安 所以說這一次能不能轉為為安 更何況它其實 這個年限都還沒有跌到 各位可以看它離年限 還有很大一段距離 年限才三萬兩千跌左右 你可以看到這個歷次跌破年限 它也都拉上來 這一次能不能如法炮製 但是我們再觀察下面一個指數 好 我們看一下 這個跟台股更相關的是 沸層半氧體指數 大家看到沸半指跌幅更大 4.7% 是的 但是大K它是在這個月 創歷史新高的 它是創高之後才拉回 對 創高拉回 然後它是結束了 連續四個月上漲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其實 跌到了這個地方 基本上是跌到半年限的位置 離年限也還有一段距離 而且它還沒有跌破上個月的低點 但是也有過上個月的高點 對 那但是不管怎麼講 從這兩個指數 都分別跌了將近快5%來看 極確美股在這個十月份 是有很大的考驗 尤其是我們來看這個台股加權指數 剛剛大K有講到說 整個九月昨天收月限 跌了555點 今天又有三百多點下去 對 所以投資人真的是被跌分了 整個九月跌了3%多 大家可以看到量能縮得非常的厲害 那美股的量稍微縮一點 甚至他有一點這個下跌放量 但臺股是量縮 對 縮的縮量 我們又可以從樂觀角度 悲觀角度來看 樂觀角度的人講說 那縮量代表什麼 代表說下殺這個所謂的這個 拋貨的力量沒有那麼強 但是從悲觀角度來看的話 很多人講說那這個接盤的力量 也沒有那麼強 下面沒有買盤的概念 對 所以說就要看說 整個盤市後面在國際股市 能不能迅速直穩之下 臺股能不能出現另外一波的 這個走穩的情勢 好 那穆豪哥一直說 十月份是非常的關鍵 你下一個結論 要十月份是拆彈的月份 拆炸彈 沒錯 這個十月份 會不會成功還是失敗 十月份這個秋天 如果拆不成功的話 真的就秋絕了 但是我覺得拆彈成功的機率 比較高 有這四個面向 我們來分別看一下 對 我們來看到第一個 就是美國國會在九月的最後一天 他通過了一個法案叫做臨時援助法案 使得美國政府可以這個 持續運作到十二月三號 大可以如果這個法案 在昨天沒有通過的話 美國政府今天就要停擺了 又破產 這個就是他們沒有辦法付 這個聯邦員工部分的薪資 所以某些人可能就不用上班了 對 但是大家不要覺得說 可以拖到十二月沒事 馬上後面一個危機馬上接種了 十月十八號 美國仍然面臨所謂 債務違約的危機 那這個是金融核報等級 為什麼講核報等級 因為如果美國的這個國債 美國財政部沒有辦法支付利息 還本的話 這個會引發了全世界金融市場的 這個大恐慌 因為美國國債算是全球世界的 這個定毛作用 沒錯 如果連他都違約的話 那還得了 這個等於說美國國債 在被這個全世界的投資 投資界 這個看成是一個至高無上的 也就是說他絕對不能有任何瑕疵 你要記得二零一一年八月 歐巴馬執政的時候 那時候曾經也面臨到過一次 美國政府的這個國債違約的這個危機 這當時也在兩黨協商之後化解 但是隔沒幾天 這個標普不是把美國的3A 信平下降了嗎 對 不是導致了這個全球股市的大崩盤嗎 美國國債首次被調降平等 對 這個三大信平機構裡面 就標普調降了 這個美國國債的信平 結果就導致了這個 所謂的股市的大跌一波 這聽起來很可怕 但是你覺得這個拆彈 應該會成功吧 因為美國人也不是傻子 對啊 他們不會拿這麼大的石頭 把自己的腳砸爛 美國一直認為他們的錢 是從樹上漲出來 你知道嗎 反正只要交花 就會一直漲錢 硬就好 一直硬就好 對不對 他們不擔心這個 我認為最終這個國會 大家這個 話一話之後 最後還是會去通過 這個現在目前美國政府 所提出來的所謂的這個 暫停 暫停債務上限 或是說這個擴張 舉債空間的法案 所以這個炸彈應該不會爆炸 對 我認為爆炸機率不大 那第二個呢 國會呢 仍然會給這個拜登顏色看 因為拜登現在還有兩個預算案 一個是3.5兆的這個普遍色服的預算 另外一個是1.2兆的基礎建設預算 這兩個預算 都有可能會被砍掉 或者說部分被砍掉 所以這也是一個會影響金融市場 還有一個呢 就是現在我認為也蠻嚴重的 就歐洲能源危機 尤其是天然氣的問題 大家看到英國天然氣 這個九月漲九十八 太誇張了 第三季被翻一百四十二趴 紐約商品期貨交易所的天然氣 九月漲三四趴 第三季漲六十一趴 所以這會帶動電價全面大漲 你看到英國 德國 法國 義大利 歐洲的電價現在目前比去年 都漲了一倍快到兩倍了 如果電價漲的話 代表廠商的生產成本也增加 沒錯 那這個生產成本增加 那我就只要把我的商品價格調高 搞不好又引發通膨 通膨的問題會更嚴重 而且會變成是一個這個 直接傷害經濟的問題 還有這個中國恆大不是再度違約了嗎 這個付不出美元債的利息 那地產公司的股牌 這個倒閉的效應擴大 因為又有一家這個過去 是百大地產公司的光耀地產 他也破產了 所以再加上能耗雙控持續 北京也分需停電 這樣的一個狀況 你可以看起來頭皮發麻 全世界十月份真有很多問題 好 那所以說這個連鎖反應的狀況 就使得最近的股市如此之疲弱了 不過這四個炸彈應該只有第三個 大家要特別小心 還有第四個可能稍微要留意一下 基本上北京也不會拿石頭 真正把自己腳砸斷 對 好 那這個是十月份的一個重要事情 幫大家做一個整理 我們看一下有一些相關的個股 你覺得可以反映美國現在的景氣 所以比較麻煩的是明年全世界的經濟狀況 到底如何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是 美國最大的這個家用品連鎖店 叫做Best and Beyond 這家代號叫BBBY 你可以看到在最新一個交易月 他居然跌了二十二趴 因為他的財報出來非常不理想 代表什麼 代表大家買不起家用品 床單棉被買不起 衛浴 他這什麼都有賣 對 長照這些東西買不起 所以說一跌跌了二十二趴 這不得了 這不是除息 觀眾朋友 這是直接大跌二十二趴 這最大的家居連鎖店 我們再看下一個 是 無獨有偶 大家看到美國最大的二手車商 叫CarMax CarMax居然可以跌掉十二趴一天 同一個交易 為什麼 同樣是因為消費的問題 同樣是因為這個消費皮膚 還有就是大家去美國一定會去逛這個target 目標百貨 大家可以看到大賣場股價也跌了三趴 是 所以說 所以美國這個疫情慢慢解封之後 好像消費力並沒有明顯的增大 沒有錯 所以這是我比較擔心的 就是說美國是全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 如果說美國的消費熄火的話 那對全世界經濟 將會造成很大的傷害 包括臺灣 我們再看下面 所以說我們要去觀察幾個指標 哪一個指標 我認為很重要 就是十年期國債殖利率 大家可以看到八月初的時候 才在一點二左右 最近上升到最高 將近快到一點六 而且這個有點陡 觀眾朋友 它不是慢慢的升 是急噴 急噴的 代表什麼市場風險上升 所以說你觀察美股後續走勢 這個指標會是一個領先指標 如果他繼續往上 那要小心 那我們再看另外一個指標 美元指數 就是這個是CBOE VIX波動指標 他也開始在這個要來觸及到今天 你像是有提醒我們 相對高點的位階 對 他已經有點突破下降壓力 所以說如果他繼續往上 伴隨了十年期國債殖利率一起往上的話 那我們就要更小心了 那麼再看下面一個美元指數 創今年新高 那美元指數是不是一個標準的風險指標 對 你在節目中一直提醒大家 美元指數一走強 這個新興市場就要小心了 資金會回流美元資產 沒錯 所以說看得懂這些指標的人 對今天臺股的借薪就會提高 為什麼一直賣賣賣賣賣賣 對 我相信今天三大法人也是這個狠狠地賣 那我們來看到其實這一波的下跌 跟法人的賣超有關 大概你可以看到這個十個交易日以來 三大法人是聯手賣 除了投信扮演白馬騎士以外 對 這次投信好像撐不起這個盤了 當然 因為外資賣壓太大 你看到十個交易日以來 外資賣了七百多億 自營商狂拋 是不是自營商的老闆 不斷地打電話給交易師說賣賣賣賣賣 這是我們公司的錢很重要 不是客戶的錢 是我的錢 趕快賣趕快賣 自營商老闆講說 我們今年一到七月 已經賺了這麼多的錢了 不要再戀戰了 賣賣賣賣賣賣 這個是兩大法人聯手賣了一千億 那你投信買一百億怎麼抵擋得住 所以十個交易日三大法人 狂賣了九百多億 那我認為臺股要不要指穩 跟法人的這個買盤也有關係 如果說法人的這個賣壓漸漸的止息了 也就是說開始你看到外資也不太賣了 那自營商也是一個很重要指標 自營商的老闆感覺上 大概應該賣得差不多了 也沒有那麼大風險 他也不賣了 那這樣狀況之下 在伴隨著我們剛剛講 美國那三大指標都沒有在持續 往上更快 美國的內需概念股不能再跌了 對 就是說我們剛剛講的那些內需概念股 那幾檔股票大家可以觀察 另外就是什麼VIX指標 還有這個美元指數 他們這些指標沒有再繼續往上升 維持在這個地方都沒有關係 也不用說太大幅的下降 我認為股市跌到這個地方 我們就稍微可以樂觀看待 但是我們還是要講悲觀是什麼呢 三尊頭一蛋真正成形 對 然後後面的情勢變得更壞 譬如說拆蛋拆不成功 對 那隨便哪一顆蛋都沒有成功的話 那後面的話 那整個全世界的基本面的變化 宏觀環境面的變化 那這個才是我們在投資上面 中長期要特別去注意的 這個可能就比較偏向悲觀面 好 非常謝謝沐浩哥提醒很多這個 到底行情有沒有指標的訊號 讓大家做一個參考 下一個階段 我們要跟永年副總來討論一下 因為過去臺北股市 在每年的十月 觀眾朋友好像跌幅都比較大 那歷史會一再重演嗎 進一段廣告馬上回來